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是除夕了 所以首先呢,在视频当中 祝大家和家团圆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生活美满 同时也祝各位花友在春天的时候呢 都能够花开爆棚 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下,有些花友呢 近期有一些疑问,在这里做一下解答 第一个就是,冬简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浇水 这个需要看你这个月季 在冬简之后,切口是否受干 给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些切口 它就已经很干了 这种情况呢,就可以给它们浇水了 那如果你的这个切口 还是湿乎乎的,甚至还有一点 伤流,那么就是千万不要给它们浇水 另外也有话有在问 那冬简跟换盆 可不可以同时进行 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同时进行 因为你换盆之后一般都是浇透水的 对吧,然后你好不容易控水 根系完好的情况下又浇透水 那肯定接下来就是伤流啊 而且换了个大盆,伤流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所以呢,不太建议大家在冬简之后马上换盆 除非你就是换盆之后不浇水 这个倒是可以的 第三个问题,有些话已经在问了 就是冬肥什么时候买 买冬肥可不可以跟冬简打石榴合计 同时进行呢 这个其实不太建议啊 我更加建议大家在给月季打三次石榴合计之后 再买冬肥 具体原因呢,下次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跟大家解析一下的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三次石榴合计还没有完成 不建议大家买冬肥 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话题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呢 全部都是我的月季大苗 而且这里每一颗我都是进行了修根的操作的 因为它们在我这里都已经种了好多年了 然后根系已经长得满满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全部都是修根,然后换土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月季 我们在冬天应该怎么给它进行修根的操作 那我是前段时间给我这边月季修根了 并且拍了一个视频 接下来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今天这期视频呢 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在冬天给月季进行一个修根的操作 好,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修根的就是这一棵 它就是六亿天使 这一棵是大苗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我买了一棵小苗了 但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大苗春天开的这个花 春天开了以后再把它送人吧 但是必须要进行一个修根的操作 因为根系早就已经长满这个花盆了 看到了没有 月季的根系都已经长到表面上来了 那肯定整盆都是它的根系了 而且这盆六亿天使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秋花的表现就已经很不好了 活性也已经不高了 所以就必须给它修根了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 它还想开花呢 好的,接下来就进行托盆了 好的,在我老公的帮忙之下呢 这颗六亿天使终于已经托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根系 已经长满这个花盆了 所以也就难怪它在整个秋天冬天表现都不是很好了 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修根 其实修根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粗暴的事情 就是把它多余的根系切除就好了 我一般都用这个铲子来进行操作 大概这边切掉这么多吧 切掉三分之一 更多一些也行 慢慢来 切不动啊,全部都是根啊 如果都是泥土的话 它是非常松软的 但它现在全部都是根 你看,全是根 整盆其实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就给它剁下去 哦,好累 好,然后再把边缘削掉一些 全部都是根 切不动 再转过来 再转过来 继续 继续 你看看这个表层都已经长满根了 全是根 全是根 上面可以弄掉一些 上面可以弄掉一些 继续 这个根已经这么粗了 这个表面这个根 这根有多粗啊 你们看一下这个根 一个大粗根 这个在盆栽当中 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地栽会有这么粗的根 盆栽不多的 表面的土也 根也扒拉一些下去 这个实在扒不掉了 全是根了 表层 好了 现在 我们至少已经 我感觉留的这个土球 应该只有三分之一了 我已经修掉它 三分之二左右的根系了 看到没有 这个全部都是根系 那到这一步就是这个修根的操作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配上新土 然后重新种到这个爱丽丝10号圣盆当中去 装好以后呢 再给大家继续说 装好以后呢 再来 再来